花蓮市与日本岩首县圣钢市已经有超过20年的交流基础 2019年双方缔结友好城市协定 明年将迈入第五年 为了纪念两世深厚的情谊 达到经济文化交流效益 预计明年11月将来到花蓮市举办圣钢市特产展 加深花蓮市民认识圣钢市 23号圣钢市一所特地派员前来参访 并与圆柏花蓮店相谈细节 期盼借此行交流 让明年登场的物产站 顺利为彼此带来消费热潮 花蓮市与日本岩首县圣钢市 已有超过20年的交流基础 2019年双方缔结友好城市协定 当年在原版花蓮店举办圣钢苹果展售活动 短短半天销售一空 尽管其间受疫情影响 仍不见两世良好的联系关系 243日上午 圣钢市劳动部产业振兴客主任中春拓野 藤井克摩在翻译陪同夏 拜会花蓮市公所 由主任秘书翁美华等人接待 双方就明年11月将在花蓮市举办的 圣钢市特产主题物产展展开讨论 圣钢的面跟那个圣钢的铁器 南部铁器是非常有名的 那希望呢 明年他们能够把这两个特产品呢 带来花蓮 然后介绍给我们花蓮的乡亲 11月呢 也正好是圣钢的苹果出产的那个季节 他们也准备把圣钢的苹果 介绍给我们花蓮的乡亲 我们跟严守县圣钢市在2019年 地结友好城市的约定之后 然后明年是五周年 所以我们双方希望在五周年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相关的纪念或庆祝的活动 那当然目前现在两位 一位是工业科的 一个是商业科的主任来到花蓮 他们就希望先就圣钢那边的物产 会来在花蓮办一些策展的活动 那希望把圣钢那边的相关的物产 介绍给我们花蓮市的民众 那我们也期待明年在物产展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花蓮市的市民来共襄盛举 然后认识我们的友好城市 市长威家宴今年9月 邀请市民代表会参访团 前往圣钢市取经 留下美好回忆 双方地结友好城市将于明年迈入第五年 代表圣钢市一所前来的藤井克姆表示 虽然是首次造访台湾 但对花蓮人的亲切与热情印象深刻 希望明年有机会报名参加 花蓮市太平洋纵骨马拉松 透过举办物产展 将圣钢市享誉盛民苹果 乔麦面及南部铁器等特产 与花蓮市民分享 让更多民众体验圣钢市的历史和饮食文化 且盼让双方市民更加熟悉 也为城市间开创多元面向合作关系 记者长包吟 华林市报导